大家好我是B雷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萬代SHF 劇場版咒術迴戰零 下游節 那麼這一邊就是 下游節的一個所有配件 盒子的部分呢 也是跟之前一樣的一個外觀設計 那這邊是有一張 紙字的說明書 跟你說它的一些替換的東西 怎麼做一個替換簡單的 講解一下 它的部分呢有兩張看起來很相似的臉 左邊這個感覺是比較像是 平常在說話的表情 那右邊呢眉頭有點 往下伸索 像是在戰鬥中的一個表情 再來有一個 像右下角斜式的 一個比式表情 接著是有一個替換的 長髮一個動態感 飄逸的一個造型 然後右手呢 有三種 一個是 手指比較偏向於 放鬆的這種造型手 再來是 右手伸出來有一個做 吸收咒靈的一個 放招式的一個造型手 接著是 咒靈被吸收成一顆球的 這一個造型手 那它這邊是一個黏死的 然後有一些膠溢出來 有點白化了 這邊可能是個案 接著 接著左手只有一個 稍微有點像放鬆的造型手 然後還有一對 空心的磁握武器造型手 再來有附上一個 特級咒物 浮雲的這一個武器 那本體是 三節棍的這種造型 然後 有上紅色底漆 跟一些深藍色的一些紋路在上面 再來本體呢 是這個 比較平常的這種 一種咪咪眼的這種微笑表情 那頭髮呢 是一個 浴色的一個 下墜 下垂的一個模式 然後本身呢 是有一個 袈裟 黃綠色的造型袈裟 這邊是軟質的 那本體都是一種 純黑 或者是比較深藍的這一種 服裝 那下擺的部分呢 也是兩片很大的軟膠 然後鞋子呢 是有這種 像是 生女在穿的這種造型的鞋子 有一些 綁腿啊 鞋帶 腳底是一個 平面 沒有做細節刻畫 然後 萬代的這一個 剛硬 遺硬也是在上面的 那麼這邊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可動度 首先呢 頭髮是有一個 造型 跟它的一個關節 這邊能夠抬起來的話 它的頭髮 跟它的頭上仰的角度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低頭的話 加上脖子的部分 低頭大概有這樣的一個角度 脖子的一個左右側的 輔助呢 不是非常的大 主要是跟衣領的一個造型 比較緊密 那頭部的話 它是一個 小小的啞鈴球關節 所以在旋轉方面呢 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那這邊也不會轉著轉著 露出太大的縫隙 頭髮還算能夠勉強的 保住它一些 造型上的一個貼合度 如果想替換頭髮的話呢 就是直接從後方這個角度 這樣往外拉扯 那它裡面的一個關節呢 就露出來了 那其實沒有後髮的一個造型呢 從正面來看 好像也不是那麼違和 很像那個 咒術高專時期的下游結 再來肩膀呢 是它用了比較多關節的部分 有一些球窩球關的互相搭配 它的側平矩呢 是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角度 那裡面這一節呢 是可以做一個額外的旋轉 但是它會偏向於抬高角度 然後可以超過胸口的一個中心線 那向後的話呢 也是有不錯的角度 不過這邊有些角度 它會讓它的球關跟球窩脫落 在晚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小心的去扭動 向後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 被切割的這個造型 有點角度干涉 但如果硬要的話 它的一個角度 也是還是可以擺出一些不錯的 再來肩膀這裡呢 也是可以做一些角度上的旋轉 手肘的話 是一個很像 類轉輪球的部分 這邊根部是球關 下面的話 是一個圓柱裝 所以它的角度呢 是可以有一個 往外抽出來的 跟 稍微扭動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如果把它 手肘全部折起來的話呢 會有一個大穿幫 但是它裡面的這個零件利用率 這裡的空間已經用滿了 所以這邊如果要再加一段出來的話 可能已經就沒有這個空間 所以要晚的話呢 可能這樣的角度 會是比較適合的 那當然有些角度 可以用遮擋的效果 去做到 手腕呢 就是SHF慣用的這種 類轉輪球 末端是一個球型關節 那這邊就不得不提到 它的袈裟的一個設計 雖然是全部軟膠的 但是因為有兩條這個 綁帶的造型 所以它把一條做了一個 沒有固定式的 讓你去擺POSE的時候 不會被這兩條綁帶給做一個限制 但是我個人希望它這一條 沒有固定式的啊 是可以再做一個延長 並且建議它的末端 有一個類似箭頭方向的一個 小小的卡扣 可以再幫助它拉到極限之後 有一個小箭頭可以幫助卡位 這樣就不用一直玩到一半脫落 又要塞回去 感覺是比較麻煩的 那它後面是有加了一個小的球關 做一個簡單的定位 那它可以輕鬆拆拔 這邊我們就拆掉它的這一條吧 來看一下它的內側 身體部分呢也是球關 但是這次設計的可動呢 並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靠上半身前後擺動的話 這個幅度是非常小的 那下半部分呢 是有做一個軟質的一個分件 那這邊的話呢 做一個疊加 可動角度其實也沒有特別優秀 這裡就稍嫌可惜了一點點 但是如果再轉到下盤的部分的話 它整塊軟膠 這邊是不太會影響你的可動度的 那麼跨步呢 前踢 側踢 然後向後 都是達到一個水平方向的90度角 那大腿呢是可以支持無壓力的各種旋轉 那它裡面也是一個球型關節 所以會有一點點往內往外的擺動 跟稍微前後的擺動 都是可以額外的增加一些它的可動範圍 那膝蓋的部分呢 設計的是相當不錯 它有做這個比較大的一個關節 讓它可以去折到比較大的角度 那正面來看的話 也沒有哪一些露出一些空洞穿幫之類的 再來小腿 跟它腳踝這裡 小腿是有一個可以旋轉的一個關節 然後腳踝的話呢 是切割了一個上下比較大活動角度的一個造型 那它的接地呢 也是有保障的 應該是從火影忍者那邊 有一個繼承下來的一個切割方式 接地還算是相當不錯 那腳趾有一個向上台的可動 再來往下就打平了 整體來說 它的層跟敗都是這個膠衣軟膠的部分 在缺點的部分就是它的袈裟這一條 第二條綁帶呢 如果有一個固定式 並且再做一個更延長的角度的話 我覺得在把玩上會比較順手 而不是這一條可以拆卸的 讓你一直玩了一直掉 那想要把它保持造型 要再努力的給它塞回去 這邊玩起來是比較有點 不太讓人愉快的 那下盤的部分呢 這兩片大的軟膠 在不影響可動的情況下呢 確實給出了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造型 那有些情況下 其實在擺起腿部彎曲之後 它的這個垂墜感不是太自然 所以這邊就是需要後面自己去做一個取捨的 就是你的擺POSE 可能需要往側邊開起來的一些POSE 讓它的下擺呢 有一個比較自然的垂墜感 那如果往前的話呢 它就只能撐起來了 不能說有一邊是抬起來 一邊是墜下的一個 它會整片撐起來 不過這邊的影響就不是把玩的手感 而是視覺上的影響的 那整體來說呢 目前下游解在市面上也只有SHF出了一款6吋可動 所以在還沒有其他競爭的商品情況下 這款也算是目前比較優秀的一個選擇 那也是比較唯一的一個方案的 後面的話 我們就補上一些簡單的POSE 然後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東西 我心想的要商品 أنا 有著述 by bwd6 by bwd6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